马太福音五章七节八节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连续是慈悲怜悯的意思 主不喜爱我们的祭祀 祂要我们连续贫穷的弟兄姐妹 因为祂告诉我们必蒙连续 为什么他们会蒙连续呢 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 连续人的就是给弟兄 饥饿了给他们吃 渴了给他们喝 做客旅的时候留他们住 赤身露体给他们穿 病了或坐监牢去看他们的人 他们是蒙天父赐福的 他们的蒙福蒙连续 就是承受天国 而清新是指清洁的纯洁的意思 指内心的专一清洁 什么人不敢见神呢 被心责备的人 神是无所不在的 唯有当人心内有内疚时 人的心会惧怕神 才见不到神 同样的 如果我们没有错处 良心不自责 我们就能够见到神了 所以心在这里是指良心的功用说的 如果一个人的良心有了问题 他的祷告会不通 听到也会感到乏味 甚至对传道人会讨厌 对爱主的弟兄姐妹避而不见 更不要说见神了 所以难怪保罗提醒做教会领袖的 一定要存清洁的良心 从以上的查考 我们知道清心是指清洁的良心说的 如果我们的良心不清洁 我们就不能坦然无惧的见神 所以我们得救以后 一定要保守自己的心 存着清洁的良心 与神与人之间 如果有不合 就要立刻认罪和好 就如同保罗说的 弟兄们 我在神面前 行事为人 都是凭着良心 直到今日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见神可以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今生的 一个是永恒国度里的 今生的感觉神的同在 而在国度里的 实际的与神的同在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唯有在今世清新的人 就是行事为人 凭着清洁的良心的信徒 在国度里 才能够与基督同做王 见到基督的面 永远属于他 这不仅仅是在千禧年的时候 也在永世里 因为做王是永永远远的